大家看到學台北地檢署 一百年起 侦辦領口A7合一住宅弊案 一直都沒有辦法查到 行收會試證 直到追查了 巴德合一住宅弊案 才逮到了遠雄董事長 趙騰雄行會的鐵證 那麼這個簡連 其實監控趙騰雄 長達兩年的時間 但人員也直言 要不是趙騰雄自己行事小心 而且經營事業都是 任何事情勢必崩清 所以連行會的過程當中 他都是親力親為 或許就是因為涉入太深 少了中間的防火橋 那麼所以才讓呢 這個檢教單位 揪出了這些證據來 不過趙騰雄收押之後 有透過了律師發表聲明 向社會道歉